胭脂,话说山东东昌府,有个姓便的,以衣牛为业 她有个女儿,名叫胭脂,从小生长得聪明伶俐 便一生很喜欢她,一心想给她找一门读书人家的子弟做女婿 而当地大户人家却因为她家出身罕见,没有愿意同她家结亲的 因此,胭脂虽已经长大 但还没找到称心的婆家,便家对门,是一家姓公的 她的妻子王氏,为人很轻浮 爱开玩笑,平日常到胭脂闺房中闲谈,是胭脂的好友 一天,胭脂送王氏到门口,见到一位少年从门前走过 穿戴一身白色衣帽,生长得风度翩翩,相貌出众 胭脂对她产生了好感,有点动心 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直瞅着她 那青年含羞的低下头,快步走了过去 青年已经去了很远,胭脂还在注目远望 王氏看透了胭脂的心意,开玩笑地说 姑娘以你的才貌,若匹配那位少年 才算是终生无遗憾了 胭脂两颊红弱桃花,含情默默,也不出声 王氏又问,认识这位青年吗? 胭脂回答说,不认识 王氏说,这就是南边巷子里的恶秀才 名叫秋笋,那位已死去的孝莲的儿子 我与他就住在一条巷子里 所以认识他,人世间的男子 没有比他再温情的,没有比他更会体贴人的 今天他穿一身素白的衣服 是因为妻子刚死去不久,扶桑期未满 姑娘,您若对他有意的话 我带您给他传个信,叫他托媒人来提亲 胭脂没有出声,王氏细笑地走了 几天过去了,没见回信 胭脂心中怀疑王氏没有马上告诉厄秋笋 又怀疑他是香绳的后代 不肯降低身份与他结亲 心中闷闷不乐,犹豫不决 苦苦地思念,渐渐地不吃不喝 病倒在床上,只感非常劳累 王氏正好来看望他,追问他的病因 胭脂回答说,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只是那天分别后,就觉精神恍惚 心中不快,现在这样气息奄奄 只怕是命在朝夕了 王氏小声说,国家的男人出去做买卖还没回来 还找不到人告诉厄秋笋 你现在身体病成这样,是否就是为的这个 胭脂脸羞红了很长时间 王氏细笑地说,果真为了这件事 身子已经病成这不甜地 还有什么可顾忌的 假若先叫他夜晚来与你相会 他还会不同意吗? 胭脂叹口气说,事情已经这样了 不能再顾面子了,只要他不嫌我出身贫寒 就赶快让他找,没人来,我的病就好了 若是私下约会,是万万不可的 王氏点点头,就走了 王氏在小的时候,就同邻居的一个书生宿介思通 即使出嫁以后,宿介只要打听到他的丈夫外出 就来找他寻救相好 这天夜里,宿介正好来到王氏家中 王氏就把胭脂的痴情当作笑话向他述说 并细笑地告诉宿介,给恶声传个话 宿介很早就知道胭脂的美丽 听说后心中暗自高兴,庆幸自己有机可乘 本打算让王氏帮助他,但又怕王氏嫉妒 于是,就说了些漫不在意的话 但他对胭脂家的情况,问得很详细 第二天夜里,宿介月强进了胭脂家的院子 静止来到胭脂的住房,用纸头扣他的窗户 胭脂在里边问,是谁? 宿介回答说,饿求损 胭脂说,我所以思念你,为的是百年之好 不是为这一晚上的欢快 你如果真的爱我,就应当快请媒人 假若想撕会,我是无法答应的 宿介假装答应,却苦苦哀求握一下胭脂纤细的手 表示诚意 胭脂也不忍心过于拒绝他 就用力支撑着身子去开门 宿介很快地闪入,抱着胭脂求欢 胭脂无力支撑,倒在地上,喘不上气来 宿介急忙去拉他 胭脂说,哪来的恶棍少年,你必定不是恶公子 如果是恶公子,他为人温存,训良 知道我是为他生的病,应当狠体恤我 哪里会这样粗暴,假若你在这样 我就大声叫喊,你的品行也全完了 这对我们俩都没有好处 宿介恐怕假装恶求损的马脚败路 不敢再抢求,但倾求他说定再会的日期 胭脂说以迎娶的那一天作为见面之期 宿介认为这太远了,又让他再定个日期 胭脂实在讨厌他的纠缠,便约定等他病好 宿介又向他要件平信的东西,胭脂不允许 宿介就捉住胭脂的脚,把他的袖鞋脱下来 胭脂喊他回来,说,我的身子都许给你了 再还有什么可吝惜的,只恐怕话虎不成反泪狗 以致给别人遗留吐骂的笑料 现在我的袖鞋已经到了你的手 料想你也不会给我 若你背信弃义,我只有意思 宿介出了胭脂的家,又到王室家中投诉去了 宿介躺下后,心里仍然挂念着那只鞋 暗暗地摸摸衣袖,竟然已经没有了 急忙起来点灯,抖搂着衣服寻找 王室问他,也不答应,宿介怀疑是王室藏起来了 王室故意地细笑着让他怀疑 宿介感到不能再隐瞒了,就将实情告诉了王室 说完,两人点起灯火,找遍门外,就是没有找到袖鞋 只好傲丧地回去睡了 心里还暗暗庆幸,深夜无行人 丢了也应在路上,但一早起来去寻找,仍然毫无踪影 在此之前,童街有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叫毛大 曾经勾引王室遭到拒绝 他知道宿介和王室有私情,就想用桌奸的方式来要挟他 这天夜里,毛大经过王室门前,推了推门 没有关,便偷偷地摸了进去 刚走到窗户外面,就踏着一件像丝棉样软软的东西 拿起来一看,原来是用一条汉金包着的一只袖鞋 毛大趴在窗户上细听 正好听到宿介在详细讲述事情的经过 他高兴极了,赶快悄悄溜出了王室的家 过了几夜,毛大爬墙来到燕之家 由于门户不熟悉,竟悟走到便老汉房门前来了 便老汉隔窗看到一个男人的影子 细看他的行踪,知道是为女儿而来 顿时,心中怒火上冲,拿起一把砍刀,奔了出来 毛大一看,吃了一惊,拔腿就跑 刚要爬上墙头,便老汉已追上 急得毛大走投无路,转过身来夺老汉的刀 这时便老婆也起来大声喊叫 毛大眼看无法逃脱,就是杀了老汉,夺路逃走了 这时胭脂的病已稍有好转 听到喧闹的声音,也急忙赶了来 母女俩点灯一照,老汉脑袋已被劈开 不能说话,不一会儿就断了气 在墙脚下捡到一只袖鞋 老太婆一看,是胭脂的,在母亲的追问下 胭脂哭着把那晚上的情形告诉了母亲 但不忍心连累王室,只说恶生自己来的 天亮以后,到县里告了状,县令逮捕了恶生 恶生为人谨慎,又不善说话 当时19岁,见到客人就像小孩子那样腼腆 他突然被捕,害怕极了 上了公堂不知说什么好,只有浑身颤抖 于是县令更加相信他就是凶手,对他重刑拷打 恶生忍受不了皮肉之苦,驱打成招 压到府里,也同样受尽了刑罚 恶生一肚子冤气,无处诉说 每次都想与胭脂对峙,但一见面,胭脂就破口大骂 因而有口难辩,最后被定为死罪 以后,虽经许多官吏,反复审讯,也没有不同的口供 后来,案子交给济南府妇审,太守是吴南带 他一见恶生,觉得他不像杀人犯 就暗中派人细细旁问,让恶生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吴太守也就更加明白了恶生的冤情 谋划了好几天,才开庭审理 他先问胭脂,你们订约后有人知道吗? 回答说,没有 你遇上恶生时,有人在场吗? 胭脂回答说,没有 于是,吴太守传恶生上堂 好言安慰他一番,恶生主动说道 我曾从他家门前走过 只看到老邻居王室和一个姑娘走出来 我就快步走开了,连一句话都没说 吴太守吓呼胭脂说 刚才你说没有别人在场 为什么有个邻居妇女,说着就要动刑 胭脂害怕了 说,虽然有王室在场,和他实在没有牵连 吴太守暂停审问 命令拘留王室,隔离关押 不让他和,胭脂通气 然后立即开庭审讯 问王室,谁是杀人犯? 王室回答,不知道 吴太守骗他说 胭脂已经招供了杀人的事,你完全了解 怎么能隐瞒得了,王室大喊 冤枉啊,那臭婊子自己想找男人 我虽说要给他做媒人,但纯粹是开玩笑 他自己勾引肩膚到家里 我怎么知道呢? 吴太守慢慢地追问 王室才讲出了原来与胭脂开玩笑的话 吴太守传胭脂上堂怒吃道 你说他不知情 现在为什么他自己共认做媒人的事 胭脂流泪说 我自己不成绩,害得父亲惨死 官司又不知哪年才能了结 再连累别人,实在不忍心 吴太守又问王室 开玩笑后,你曾跟谁说过 王室共称,没有 吴太守发怒说 夫妻同床而眠 该是无话不说 怎能说没有 王室连忙解释 丈夫外出,好久没有回来了 太守说 即使是这样 凡捉弄别人的人 都以取消别人的愚蠢 来炫耀自己的聪明 你说没对一个人讲 骗得了谁 随即命令左右加他的十个指头 王室不得已 如实招供 曾对肃戒说过 于是吴太守释放了恶秋损 逮捕了肃戒 肃戒被传到堂 供说 不知道 太守说 偷女人的一定不是好男子 加以严刑拷打 宿介被迫招供说 我曾冒充恶生骗过胭脂是真 但丢了鞋子后 就没敢再去 杀人的事 实在不知道 太守发怒说 爬墙偷女人的人 什么坏事干不出来 又加重刑罚折磨 宿介实在受不住了 就屈招是自已杀的 供词上报以后 无不称赞 吴太守断案如神 这样 铁案如山 宿介只等着秋天被杀头了 但是宿介虽说生性放荡 品行不端 毕竟是山东有名的才子 他听说山东学史诗于山最有贤的才能 而且爱惜人才 就写了一张状子来申诉冤情 言辞十分凄惨悲伤 于是 施学史调阅宿介的供词 反复分析研究 拍着桌子说 这书生冤枉了 接着请示上司 要求将案件交他来重新审理 施学史问宿介 你的鞋丢在什么地方 回答说 我已记不清楚了 只记得去王氏家敲门时 还在秀中 又转问王氏 宿介之外 你的肩夫还有几个 王氏共称 没有了 施学史喝道 淫乱的人 怎能只与一人私通 王氏解释说 我与宿介年轻时就相好 因此 关系无法割断 后来并非没有勾引我的 但实在与他们没有来往 施学史让他指出姓名来证实 王氏说 只有同阶的毛大 屡次勾引 都遭到我的拒绝 施学史说 你怎么忽然变得这样真洁了 分明不老实 喝令左右重刑伺候 王氏慌忙磕头 都磕出了血 并极力申辩 确实没有了 施学史停止用刑 又问王氏 你丈夫远出在外 难道就没有借故到你家来的吗 回答说 有的 某甲 某蚁 都以借钱货送东西为名 曾来过我家一二次 原来 某甲 某蚁 都是村里有名的二流子 都曾打过王氏的主意 但没表现出来 施学史 一一查考了他们的姓名 并将他们拘捕 等到拘齐了 就把他们压到城隍庙里 让他们跪在神岸前 对他们说 我梦见一个神仙告诉我 杀人犯就在你们四五个人之中 现在你们面对神灵 不能讲假话 如能坦白交代 还可从宽处理 说假话的 那就严惩不饶 这火人 都其声说 没有杀人 施学史 让把刑具摆在地上 准备用刑 刚把他们的头发竖起来 脱光了衣服 他们就其声大喊冤枉 施学史下令 赞免受刑 对他们说 你们既然不肯自己招供 就让鬼神指明谁是凶手 就派人用粘乳把大殿的窗子完全遮住 不留一点空隙 又让他们光着脊背 把他们赶进黑暗之中 开始给他们一盆水 让他们洗净手 然后用绳子把他们拴在墙壁下 警告说 面对墙壁 不许乱动 是杀人凶手的 一定有神灵在他背上写字 一会儿 把他们叫出来 施学史便挨个观察检验了一遍 最后指着毛大说 这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原来 施学史先让人用白灰涂了墙壁 又用烟眉水让他们洗手 杀人凶手恐怕神灵在他背上写字 因此暗中降被紧贴墙壁 十几背沾上了白灰 临走出暗殿时 又用手去护着背 因此几背上沾上了黑烟色 施学史本来就怀疑是毛大 这举就更确实了 再对毛大动用重刑 他就全部如实交代了 最后施学史叛道 宿介走了盆城阔耍小聪明 而招致杀身之祸的老鹿 得了个像灯徒子那样好色的名声 就因为他与王室两小无猜 竟然像夫妻一样同床而眠 又因王室泄露了胭脂的心事 他竟占有了王室还不满足 又打胭脂的主意 他学将众子翻墙越圆 就像飞鸟轻轻落地 他冒充恶声来到闺房 竟然骗得胭脂开门 动手动脚 竟然不要一点脸皮 攀花折柳 伤风败俗 丢尽了读书人的品行 幸而听到胭脂病中的微弱的呻吟 还能顾惜 能够可怜姑娘憔悴的病体 还没有过分狂暴 从罗王里放出美丽的小鸟 还有点文人的味道 但脱去人家的袖鞋作为信物 岂不是无赖透顶 像蝴蝶飞过墙头 被人隔窗听到了私房话 如同莲花烙瓣 绣鞋落地后 就无影无踪 甲中之甲因此而生 冤枉了恶声之外 又冤枉了宿介 有谁相信 天降大祸 酷刑之下差点丧命 自作自受 几乎要身手分离 翻墙跃学 本来就玷污了读书人的名声 而替人受罪 实在难消凶中的冤气 因此暂缓鞭打 以此抵消他先前受的折磨 姑且降为轻衣 留一条自新之路 像毛大这样的人 叼诈狡猾 游手好闲 是街坊里的流氓无赖 勾引邻家女人遭拒绝 还迎心不死 等着宿介进了王室家中 鬼主义就顿时产生 推开王室的家门 高兴地随着宿介的足迹 进入院内 本想捉奸 却听到了胭脂的消息 妄想骗取美丽的姑娘 哪里想到魂魄都被鬼神勾去 本想尽胭脂归房 却误入变老汉之门 致使情火熄灭 欲海起风波 变老汉横刀在前 无所顾忌 毛大却走投无路 转而夺刀杀人 本来想冒充他人片间胭脂 谁知却夺刀丢邪 自己逃脱 却使宿介遭殃 风流场上生出这样一个恶鬼 温柔香哪能有这样的害人精 必须立即砍掉他的脑袋 一块人心 胭脂 还未定亲 已到成年 以嫦娥般的美貌 自然会配上容貌如玉的狼君 本来就是霓裳舞队里天仙中的一员 又何必担心金屋藏娇 然而他却有感到关衰的成双成对 而思念好的狼君 以至于春梦萦绕 感叹年华意识 对恶生一见倾心 结想成病 只因一线情思缠绕 招来群魔乱舞 为了贪恋姑娘的美貌 宿介 毛大都恐怕得不到胭脂 好像恶鸟纷飞 来冒充恶秋笋 结果袖鞋脱去 差点难保住少女的清明 棍棒打来 几乎使恶生丧了命 相思之情很苦 但相思入骨就会成为祸端 结果使父亲丧命于刀下 可爱的人进成了祸水 能轻正自首 幸好还能保持白玉无瑕 在狱中苦征 终于使案件真相大白 应该表扬他曾拒绝宿介入门 还是清洁的友情之人 应该成全他对恶生的一片爱慕之情 这也是风流雅士 便让你们的县令 做你的媒人 这个案子一劫 远近都流传开了 自从吴太守审讯以后 胭脂才知道自己冤枉了恶生 在公堂下相遇时 满面羞愧 热泪盈眶 像有一肚子痛悔 爱恋的话而无法说出口 恶生为他的爱恋之情所感动 爱慕之心也特别深 但又考虑到他出身贫贱 而且天天出入公堂 为千人指万人看 怕娶他被人耻笑 想来想去 拿不定主意 判词宣布后才定下心来 县光为他送了聘礼 并派吹鼓乐队 迎娶胭脂到了恶家 好了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喜欢就点个赞吧 谢谢